今天各位朋友 不老大肥带你去参谜 太没有开门营业的西安奥提中心 太不伟了 走 哇 太棒了这个地方 赶紧 赶紧在这儿没法 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呢 就是十字运的主堂馆 整体的造型呢 像一座石榴花 因为石榴花是西安式的 式花 往近看呢 它的细节像一组丝绸 就给预示着丝绸之路 一共呢 是二十八个花瓣 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建国呢 一共是二十八年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又是二十八年 这二十八年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走入场馆就是两个字震撼 完全不比我去过的诺堪普 或者安联球常常 科尔仙的奥特津仙 以后咱们是西运的这个场馆就来这儿 大队呢 今天又进一进来 我实际我应该第一批来这儿 太好了 这感觉 现在终于有一个能拿的比赛 打去场馆了 整个场馆呢 能容纳六万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做门六万人的时候是多么的正好 这个打平简直太美了 显示个比分 绝对磨麻的 近距离看一下足球场地 大队呢 从小也踢球 踢球非常的好 很有天赋 一心想着能进入国家队 报效祖国 后来我终于清楚了 国家队 嗯 好吧 希望能尽早的在这儿看上场比赛啊 以前呢 老去圣猪雀看比赛 圣猪雀也是翻新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个新场馆 感觉比圣猪雀还有 那肯定现代化太多了 但是呢 圣猪雀是我们的记忆啊 前方呢 就是奥特中心 一场粮馆中的粮馆 这个冰篮综合体育馆呢 外立面用的多是直线 然后呢 远处看 像一个唐僧的帽子 走入内部的感觉 我觉得不比任何一个NBA的场馆差 呀 这个体育馆的这个奥特中体育馆 这个大屏太美了 我来这儿看比赛 估计会一直盯着这个大屏太漂亮了 这是西安奥特中心的这个体育馆 然后呢 这个呢 有一万八千个座位 它是个冰篮转换馆啊 可以打篮球 也可以玩冰球 这个特别先进啊 我们看这个 它这排座位是可以收起来的 你看这一面在外边放着呢 那一面已经收起来了 收完之后呢 给这里边注水 两天之后 它就变成冰球场了 西安的这座场馆呢 是目前全国最先进的 连伍克松的人都来这里学习 看这个S看呗 这意思就是swim的意思 游泳的意思 知道吧 走 太棒了 这个跳水游泳馆 跳水场地 游泳场地 平时看比赛啊 我们老是在电视上看 这个跳水游泳馆长什么样子 没人知道 我也拖过去进来 那十米台 三米八 半奖台 看我啥时候有机会站上去 你看 游泳池 我肯定从这边游不到那边 因为我家就不会游泳 你从远处看 你的十米台感觉不高 是吧 当你站上去 把你能吓尿 好了 结束 撤 拜拜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